OK 那我们就开始 然后 大家好 然后可能这个现场比我预想的人要多一点 感谢大家饿着肚子来听我的演讲 然后今天分享的 我这边分享的是Control and Time 然后一些新的一些特性 然后包括我们在做的一些探索性的一些事情 然后我叫王思宇 然后我是来自阿里云容器服务团队的Stuff Engineer 然后我也是OpenCruise Coordinator的联合发起人和Maintainer 然后也是Control and Time的Maintainer 然后我主要在KBIS进行管理工作负载 包括调度 就是现在在负责一些AIGC on Kubernetes的一些架构 对 然后但今天分享的主题还是Control and Time 但关于这些其他的一些方向的话 大家有兴趣 最后有个人的二维码也可以联系我交流 OK 然后我先介绍一下什么是Control and Time 这个其实我理解大部分同学可能都了解 它是社区提供的开发Control and Time 开发Operator的一个核心的一个SDK库 那其实大家可能熟悉的更多的或者用的更多的可能是Computer 或者Operator SDK 就这两个其实它是两个一个类似于脚手架的一个工具 而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生成我们Custom的一个Operator 那在生成出来的Operator里边呢 其实还有一些额外的工具 就是包括了Control Tools Control Tools它其实也是和Control and Time 是我们是一个社区在维护的一个独立项目 它是负责为我们的Operator去生成一些 一些gold files 比如说Deep Copy 然后包括生成一些YAMLs 像CID Webhook IBSA这些定义 然后就是我们最核心的Control and Time 它其实就大家在我们生成出来的Operator里能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核心的一个SDK 就是它提供了一系列gold库 包括去构建我们的Control也好 还有Webhook也好 然后它是我们Operator整个运行时 最核心的一个基层的一个依赖 大概是这样一个角色 那在Control and Time里边呢 其实简单化了一个示意图 就这里其实是我们在一个完整的Operator里面 大概得一样一个形态 就是说上层 就是我们真正开发者去定义的代码 包括它的面入口 包括它的Controller 它里面有自定义的Event Handler 然后包括有自定义的Webhook 那在底下这一层呢 其实是整个Control and Time 包括Control and Time封掉的Client Go的这一层 那Control and Time里面呢 现在主要几个核心的点 一个是Manager Manager它的角色就是说 帮助我们的Operator 去管理它所有的Operator里面的 这种Client也好 Cache 然后Controller Webhook 它是一个 all-in-one的一个管理器 这管理器底下 其实有Cluster抽象 这个底下我们会讲到 这个是老版本的 Control and Time里面是没有的 除此之外呢 就还有像Delegating Client 当然这里我打了个信号 因为Delegating Client 大概在0.14 0.15左右版本的话 其实这个抽象已经被去掉了 它其实整个融合到了Client里面去 那真正大家可能用的主流版本里面 可能还会有这样一个定义 它其实是把底下的Client 和Cache这一层去封装了一下 它透出的表象就是说 大家在用Delegating Client的时候 它在读写是被分离的 它的读是落到了Cache里面 默认的情况下 然后它的写是落到了Client里面 除此之外就是像Controller的一些 那个运行式的一些管理 Leader Election就是选主 包括Webhook 还有一些证书管理 再往下其实ControllerTime内部还依赖了 就是KPLS的Client Go 去做一些底层的一些informer的一些维护 包括一些底层的一些工具 大概是这样一个形态 那这地方其实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就现在的一个版本的兼容性 就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踩过坑 就CacheBuilder和ControllerTime 大概是在18年末到19年初这样 可能开始用的人会比较多 当时版本其实比较老 就是当时CacheBuilder是1.x的版本 然后ControllerTime是0.1的版本 这两版本其实后来 因为有了比较大的改动 其实都被废弃了 现在大家用的主流比较多了 我理解其实是3.x 但是也有一部分 可能前几年大家见到operator 可能还停留在2.x 就是CacheBuilder这两版本 它对这个项目的框架有一定的变动 就这里其实我理解整体OK 它其实主要是说ControllerTime 它后续的版本迭代 它是符合一个规律性 就是ControllerTime它的第二位 就是比如说0.7 第二位其实它加上12 是对应的K8s版本 大家可以理解 K8s一个版本 它对应了ControllerTime的一个版本 它们两个版本之间大概是这样一个 就是一个差12的这么一个关系 大概现在是按这个方式再往前迭代 那这里就是跟K8s的这个版本 对应关系大家按这个方式去记就好 但比较复杂的是涉及到ClientGo这一块 就我底下理了一下 就从K8s1.4开始 在1.4里边ClientGo版本还是1.4 然后到K8s1.5的时候 这个ClientGo 当时我ClientGo参与不了 就当时我不知道什么背景 反正就放飞自我了 就变成2.0了 然后直到后来的K8s1.13为止 其实ClientGo已经从3.0一直升到了10.0 1.14最近的11.0 11.0 ClientGo 这可能大家如果开发比较多的时候 可能经常在代码里遇到的ClientGo 11.0 在GoModel里面看到这个版本 然后从1.15之后 ClientGo又被拉回来了 拉回来跟K8s保持了一致的版本 就是说K8s比如说1.16 它对应了ClientGo的0.16 然后它又对应了ControlTime的0.4 大概是这样一个对应关系 但是在GoModel里面呢 它有一个坑的地方就在于 就是说它识别这个Model版本的时候 它是有一个按这个 比如说X.Y.Z这个规则去判定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项目里面依赖了某一个库代码 它里面又间接性的依赖了ClientGo的11.0 那么它会始终认为这个11.0的版本 它是大于底下的 比如说你即使你用最新的K8s1.28 它引入了ClientGo0.28 但它会认为这个11.0其实是大于0.28 所以它会强制把你版本再使用11.0 大概有这么一个坑 大家记住就行了 就是遇到这种坑的话 大概replace一下这个依赖 可能能解决 OK 第一块我介绍下去 现在我们近期 这个Multicluster其实也不是近期了 它其实这两年 一直在有人跟社区在交流这个事 就是说传统意义上 Manager它是all-in-one 然后它是管理了一个Cluster 然后一直在有这个人在跟社区聊 就是说他们希望能做到一个operator 去对接多个K8s cluster 也就是说它可以一套operator 可以管理多个K8s cluster 但这种场景可能会 我理解主要是面向于一些 比如说一些很密集的一些小集群的这种场景 但现在社区呢就大概只做了一半的事 就是说现在它从过去 all-in-one的Manager去抽象出来的一个叫Cluster 这么一个抽象 这Cluster里面呢 它维护了对应每一个K8s集群的 不管是schema也好 Client也好 Cache也好 这样的话就是说 达到效果就是说你在一套代码里面 或者你在一个进程里面 你可以使用创建多个Cluster 来对应多个真正的K8s集群 这是现在能做到的事 但第二步就再往前走一步 就如果需要一个Manager去支持多个Cluster 对应到多个Controller 这个其实意思就是说你定义了一个Controller 但这个Controller它在你这个进程里面 它要起两个副本 去工作在两个Cluster里面 这是一种方式 另一种方式是说你这个一个Controller 它里面要同时 比如说不管是Reconcile 还是Q 要维护多个Cluster的对象 不管是哪种方式 就现在这个N比N的这个映射关系 现在还是没有的 然后这块其实现在是一个 比较搁置一个状态 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 这块的意见不是很统一 就是社区有的Maintainer 认为它认为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合理的需求 所以这块如果大家有需求 欢迎去社区可以大家一起讨论 然后第二块其实是做了一个优化 叫Disable Deep Copy 然后这个事呢 其实阿里在内部比较早的时候 就已经在内部版本做了这个事 然后后来我们是把这个功能推到了社区 然后为什么需要做这个事 其实是同样化的 就是说大家用原始的这个Client Go 它的这个Lister 它对接Informer的时候 它的查询 就不管是Get List的 它其实返回来都是Informer里面 那个Indexer里面的对象指针 对象一个引用 就是说它中间是没有任何消耗的 但是你拿到这个对象的引用之后 你不能直接修改这个对象里面的东西 你修改之后 其实它将来是你把Cache里面的东西篡改了 然后Control Time呢 它其实是为了一个易用性 就包括降低一个使用的门槛 它默认会给所有用户 你在去Informer查询的时候 不管你Guest的Lease的 它全部会做Deep Copy 这样的话就是说你的Developer 你就不需要关心这些底层的一些细节 你拿到对象之后 不管你怎么改 其实你不会影响到那个Cache 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说 一个易用性带来的问题就是说 我右边图里大概截了一部分 就是说 在一些大规模的集成里面 其实Control在运行时 尤其是它Reconcell平盘的时候 其实这块Deep Copy 它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是内存的消耗 一个是它在Deep Copy过程中 它对CPU的消耗它都非常高 那这块怎么解呢 就是说 其实是在Control Time 0.10里面 其实是加了一些Cache层面的参数 对 一个是说可以全局关闭 DisableDeep Copy 全局关闭Deep Copy 然后一个是说可以针对特定类型的对象 其实就是特定类型 比如说针对Pod 比如说针对Node 或者一些CR对象 来选择性的关闭这个对象 它所有查询和查询的Deep Copy 这是两个参数 然后在0.14 还有一个同学也是建议的是说 全局关闭它的好处是很明显 但是它的坏处其实就是说 你没办法保证所有的operator的开发者 他全部能知道这些知识 他得知道说 比如说我这个假设说Pod的对象 它被关闭了Deep Copy 那所有针对查询Pod的对象 包括后续修改的时候 你都要先做一本Deep Copy 这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因为这个风险一旦触发了 它可能整个就把Cache 它这个数据就脏了 所以在0.14里面 我们又加了一个单独的一个 List的一个Option 这个Option可以针对单个List的查询 去关闭Deep Copy 这样达到的效果就是说 你可以在明确的 你自己可以把控的这个地方 你用这个参数查出来对象的话 你只要不去做修改 那就是没事了 这个地方其实是在一些大规模场景 其实能很大幅度提升 这个operator的一个性能 这个Cache的话 其实现在我大概画这张图 就是因为我看一下 就是网上面之前画的一些 Informer的一些结构示例 包括Informer和Controller Time的结构示例 其实都比较老 然后我这个图大概重新画了一下 大概是基于1.24版本的这个Client Go 应该是一个最新版本的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图 就是它从Informer内部的一些构造 就是从它的Controller 它其实内部有个叫Controller的一个抽象 但它不是我们常规意义上的Controller 包括Reflector做LeaseWatch 然后到底下的Delta FIO 然后到那个Process 包括Resync这条路 然后它的Process里面 就是它的这个Event 它的出发器 其实它通过 就是可以看到右边 就是中间那块 可以通过Add和Next的两个对列 来去做了一个 类似一个缓存 避免它这个Event Handler之间的一个Block 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 到后面的Controller Time 那Controller Time 就是现在回来的这条路 就是说我底下列的几条 其实是现在在做的一些 包括已经实现的一些新的功能 就包括Transform 之前大家可能有人就是也聊过 就是说比如说在大规模机群或者说对象太大了 这个Cache怎么优化怎么精简 其实现在不管Client Go 还是Controller Time 都提供了Transformer这个机制 就是你可以去通过注册一个Transformer 来去使这个Informer 它在拿到握下新对象的时候 它可以执行你的Transformer 去把对象做一个收身 做一个裁剪 但这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比较常规的一些裁剪 比如说你可以把像Managed By 就是说那个裁剪掉 但是如果你裁剪更多对象的话 更多自断的话 就是说你后续再拿到这个对象 再去做更新的时候 就很可能就会把这自断去掉 这个很要注意的一点 另外就是说一些对Event Tandler 的一些Remover 这个现在社区上已经有了 然后没有的是说 Dynamic的一个Watch和Controller 这其实也是 我看是宏帽还有一些公司在提的 就是说他们希望是能做到一些 动态的一些Watch和Controller 就是说你不停Controller 你可以动态的根据一些机制 比如说你一些出发的时机 来去把一些Cat Watch 或者一些Controller的动态去关闭 或者是把这个Watch 整个Informer能去销毁掉 大概是这样一个事 这个工作应该现在 还在一个Doing的阶段 OK 那最后其实是一些 我们在做的一些探索性的事 就是说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就是说Controller这个机制 它是通过选主 在机群里面起一个 唯一的一个主的一个副本 去做这个Controller的管理 那 在一些小规模场景可能还好 或者一些非核心的场景可能还好 在一些核心场景里面 其实Controller升级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风险 为什么 就是它因为它升级之后的 新版本Controller 所以它默认是会接管 整个集群的一个对象资源的管理 就是它在整个集群维度 是没有一个灰度的一个过程 就是你灰度 你只能按照集群灰度 比如说你可以按 假设说有测试的集群 有预发集群 但是当你上生产的时候 你生产集群 其实是一个集群 是一个一把升级的一个过程 它们有一个灰度 包括一些想做一些故障演练 做一些隔离的事 其实都比较复杂 因为Controller它的机制 它做的是比较闭环的一个东西 对 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 就是 现在起名叫ControllerMatch 其实是在做一个探索性的事 包括这个事 我跟ControllerMatch 其他几个Matterner也聊过这个事 可能我们先放在 就我这边先放在 OpenClose底下一个指向我们再做 然后后续我们看进度 因为这块其实确实 一个是它 我们尽量做的是 跟ControllerMatch 不是一个偶合的关系 就是说 另一块是说 它是一个探索性的事 它目前还没有一个 严格的一个标准 那这个事它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 其实它很简单 它就是通过在 那个大家的 operator的pod里面 去注入了一个 叫ControllerMatch的一个proxy 这个proxy 它接受中心端的 比如说Manager 它下发的一些规则 通过这些规则 这个proxy 能帮助这个controller 去做一些 不管是这个路由也好 做一些过滤 做一些管理 大概是这样一个形态 比如说 我们两个controller 一个V1一个V2 两个版本 那这两个proxy呢 能帮助这两个不同版本的controller 能让它们同时运行 并且它们能 把它们两边的资源能隔离 大概是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 这个operator 它跟APS Server的所有交互 就包括controller 它对APS Server的 比如说ListWatch Create Update Delete 这些操作 然后包括大家注册的webhook 其实APS Server 调用的webhook 这两条路 都会被本地 注入的这个iptables 就NAT规则拦截掉 它是个透明的一个代理 然后它会代理到 本地的proxy sidecar里面 这个sidecar 会为所有请求 去做一些路由过滤 包括做一些 比如说熔断的一些工作 这个就不细讲了 就是说 大概就是在一个 一个实际图 比如说集群里面 假设说有三个namespace 但是它可以根据 我们定义的特定的一个规则 路由规则 去选择说 比如说只有canary 就是一个金丝雀的 一个namespace 能够被我们要灰度的 新版本的operator 去处理 大概是这样一个形态 那webhook 也是类似的一个形态 对 OK 然后这里就简单一个 这个亚某实例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 能配什么东西 左边 左边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些 对operator 自身一些meta信息的一些定义 这个就不细说了 右边其实是 当前能支持的一些 灰度的一些规则 比如说按照namespace的一个selector 比如说大家在namespace上可以打标 比如说哪些namespace它是 比如说金丝雀namespace 你可以在namespace上打标 打标之后呢 可以根据这个selector 去选择说哪些namespace 能够被灰度到这个 新版本的operator去处理 这是namespace selector 然后包括namespace的一个正则匹配 然后也包括object的一个select 就是说这里可以根据object 它的labelselect 去选择灰度 这是各种各样的一个灰度策略 通过这些灰度策略呢 就是能比较灵活的控制说 哪些非核心的namespace 或者非核心的资源 能够灰度到这个 新版本的operator 去做一个灰度的一个验证 OK 然后除了这个灰度之外呢 其实它能做一些其他事 比如说这个traffic 流量的一些策略 那流量的策略 就之前大家可能 比如说在一些安全性上 可能会比如说 给API server 配一些限流的策略 但API server的限制 它的限制比较多 一个是说它要么是配全局的 它要么是根据 比如说user agent去配 但user agent说白了 其实是一个 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因为user agent 它完全是client定的 它可以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user agent用了哪个 然后你在API server 配好了这个策略 但它回头换了一个 对吧 或者说你用的是社区的一些组件 社区的控制器 其实你很难去控制说 你版本升级或者说一些变化 它一定会使用同一个你已经配置的user agent 种种这样的问题 那在client端去做这个限流的一些配置 其实它是会更加灵活或者更加可控一点 它可以配置比如说这个请求总量 包括请求的一个这个桶的一些配置 包括当发生错误的时候 能怎么样去拉长这个错误的一个间隔 就因为比如说有一些情况下 你的API都写出了故障 写出了一些bug 对吧 你可能会不断的无限的在 非常频繁的在操作一些对象 比如说再大量的做这个list 或者说再大量的做这个一些创建更新 通过这种策略呢 它能去强制你在客户端 你必须符合我定义的这些限流的流量的规则 才能去准入 OK 然后除此之外呢 其实还在 其实它还可以实现更多的事 但这些事呢 其实现在还没有 但是比方说故障注入 就是之前我们对这个operator 其实想做一些比如说这个故障演练 想做一些这种注入测试 其实它是很困难 因为它直接连着是API server 你让我们在API server测 去做这个故障注入 比如说你强制 比如说给哪个user agent 就返回一些特定的信息 那在这个proxy测 其实它能非常轻量的 在proxy去拦截到这个请求 并且它根据你定义的 这个故障注入的一些规则 去给控制器 去返回特定的这种response 包括你想去moke一些数据 你想让它返回什么样的 比如说一个查询到的对象 或者说它更新的一个结果 创建结果 其实都是可以实现的 包括一些这种可观测性的事 比如说你可以在旁路的 比如说你在使用一些社区的operator 或者你在使用一些 被自己管控的operator的时候 其实你很难去改它代码 对吧 但是你可以通过旁路proxy 来去做一些trace 请求包括它的延迟也好 它的流量也好 它的一些错误的统计也好 其实能做到很多可观测性的一些事 然后大家看有什么问题 今天分享大概是这么多 然后因为前面耽误点时间 现在时间比较紧了 对 对 这个同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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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好问题 其实我们在很多企业内部的一些controller里面 都有类似的可能少量这种做法 就是因为它的对列里面 它只能放namespace和name 可能有些情况下 我们会把一些额外的信息 你塞到namespace和name里面 拼装起来 对 对 对 是这样的 但其实这个从两个方面来看 一个是说 多机群这个可能得另说 因为多机群的话 我前面说到的 它涉及一个nbn的一个关系 它不一定是说 把多个机群会塞到一个控制器 你可能会给每个 控制器会给每个机群去建立一个副本 但这个具体什么方式 可能现在还没有定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不排除多机群之外 就是说 其他一些场景下 你资源的关联 想通过这个对列 放到对列的几个atom里面去实现 这个其实 它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它可能会简化你写的代码 但是 它不一定是一个正确的方式 就是说你一定会有办法 避开这种使用方式 来去实现你的能力 但这种情况下 可能会对你代码带来一定的复杂度 这是 这其实是一个权衡 但是从社区上来看的话 就是说 它希望的是说 这个 从K8S本身面向 这个中态的一个机制上来讲 它希望的你是单纯的 面向的一个对象 它 其实是说 你拿到这个对象之后 你根据你的reconcile 你面向中态的一个逻辑 你来去选择说 你要处理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事 带来什么样的状态机去处理 所有这种 想在namespace和内容里面 带来一些额外信息的 要方就是说 比如说你不想写多个控制器 你一个控制器 也想把所有事报掉 这时候你要把多个信息处理进去 对 比方说deployment和pod 或者说是 因为deployment它不是这款pod 它其实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 举个其他例子 比如说reputerset reputerset它跟pod这间的关系 其实说 它 controller在处理两对象的时候 其实它都会去把reputerset的 其实是owner字缘的那个 namespace name去塞到对列里面 当你对列取到reputerset的时候 它再去反查它管理的pod 也就是说每一个控制器 在k8s或者说原生的 它这个机制看来 你的控制器只应该 本身只关注一个对象类型 拿到这个对象之后 你再去处理跟这个对象 它所有相关的其他对象 就是它本身的一些 一些这种设计上理念是这样的 对 它可能在一些场景下 可能确实会增加你的复杂度 但是当你break了这个规则 你去加一些东西之后 你需要把控的其实是你的代码 你不能因为break了这个机制 来给它比如说买下一些潜在的一些客户 这个其实我之前其实都是看到过的 大家看其他还有什么问题 有 我可以告诉你有 但是社区上我们还没有去 比如说着力去推这个东西 说白了也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东西 它能变得更加完善之后 因为它现在其实它的核心能力是具备了 但是它很多周边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对它的一些管理 怎么样比如说跟发布的平台去结合 因为其实它是一道operator发布 比如说你通过helm 或者通过一些方式 不同的平台去发布 怎么样能跟它去结合 就很多这种周边的一些管理的工具 一些流程 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善 但是它核心能力其实现在是已经在生产 已经在使用的 对 就是它肯定没办法管理它自己的升级 这个是很明确的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它没办法自依赖 所以说就是manager本身 它虽然解决不了升级的问题 但是它能解决你其他operator升级的问题 我只能这么说 对 对 它是这样的 它其实就是任何事情 它都是一个权衡的过程 就是说 你直接管理一个或者多个operator 肯定是更简单的 比如说你只需要 比如说你升级的话 比如说你通过helm upgrade 或者通过一些命令 或者通过一些平台 你去一把把它下巴下去 OK 那这个controller升级就完成了 那如果你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可能你完全不需要去care 就开始卖起这个东西 然后只有对这个生产的这种风险 稳定性 尤其是这种故障所带来的不可 怎么说 就是说 包括你要去给用户 或者说你给上面的机群的用户 或者说你给你的业务方 去提供这种SRA保障的时候 只有这个时候 你才会真正去考虑 你的operator升级 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这个其实 尤其是大家在使用 比如说自己很多团队 在开发很多operator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在 不管是阿里云 还是阿里基产 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经验 其实现在机群 整体 不管是从规模上 还是从这种 这种add-on 就operator组件 这种来看都是非常复杂的 这种场景下 其实 不管你是作为机群的管控管理者 还是作为比如说这种 类似于SRA这种角色 其实你很难去把控你整个平面 所有组件它的稳定性 它的可靠性 它的升级的一个稳定性 那怎么办呢 你只能通过一些这种 这种机制 这种手段 来去使得它们的升级 能够可控 能够做灰度 能够做控制 能够影响 或者说能够去收敛 它的整个爆炸的一个半径 只有这个时候你才会考虑说 我这个对灰度升级 包括对后续的一些这种 这种故障演练的一些场景 它会有一些需求 就是当你没有这个场景 或者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可能你确实是不需要contrimed 大概是这样的 对 那就是我前面说的 它现在社区大概是做了一半的一个状态 就是它从里边cluster一些抽象上来看 它是能支持你通过 就在一个代码里 或者在一个进程里边 通过多个cluster对象 来去对接到多个不同的K8集群 就这层是能做到的 但再往前一步就是说 你需要把你 比如说你这个进程里边的多个控制器 能够跟多个集群之间 能够做协调 能够去支持这种N比N的一个关系 就这一层现在是还没有的 对 但这块具体怎么去实现 其实社区还没有一个定论 其实需要可能比如说 大家有需求同学 可以进社区可以一起讨论 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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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 不妙 不妙 我 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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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理问这两个问题 第一个实际上 第一块其实是 它不是control on time 能解决的 它其实是要 control自身解决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说 你想 你刚刚的问题是说 比如说你一个机身 比如说它的资源规模非常大 然后它每次控制器 比如说它选为主轴 或者它启动之后 它要默认 其实是会通过 least watch把所有对象拿过来 然后去默认去 因为它做了least watch 它需要把所有对象 去触发一遍 它的event handler 它的event handler 会把这些对象 全部放在对接里面 OK 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 非常大量的一个reconcile 就每次启动之后 非常大量的 对整个对象做reconcile 那怎么优化呢 其实这个是需要控制器 怎么样 就是说因为控制器 本身它的设计 它也是一个 面向中态的一个设计 你在event handler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提前做一层 比如说你在event handler的时候 你在处理这个event的时候 你可以先提前判断一下 比如说你这个对象 它是不是已经符合 你的状态机的中态了 如果在event handler的时候 就是你收到对象设件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对象 它已经符合你的面向中态 一个结果 其实你就不需要把它入对 那不入对 它就自然就不会做reconcile 这个其实是在controller 就是它的设计层面 或者它事件处理的时候 其实是能做一层优化的 包括这个优化 它不只是对运行时 它不只是对启动的时候 它在后续的运行时 你收到对象的时候 它都能很有效地去收敛 或者说减少你的reconcile的一个数量 然后第二个问题其实是 就是你说的是 其实说比如说 当它一个operator里面 controller数量比较多的时候 你要避免它 比如说全部都并发地 在一起做reconcile 对吧 就这可能是 不确定啊 可能比如说是对controller 需要做一些这种priority 或者说一些这种 前后置的一些关系的定义 但这个定义呢 现在显然是没有的 但是就是如果 比如说明确有这个叙事 我觉得可以跟社区聊一聊 就是说这块 从本身对多个controller 它的priority定义 能不能去往前推 但是我理解很难做 因为每个controller 它不是一个面向过程的一个东西 它明确告诉你说 这controller它处理完了 下controller再处理 对吧 它controller其实上 它没有一个 比如说处理完的 一个概念 它其实是持续的在做reconcile 对吧 那除非是说 你能定义说 你这个controller 它其中说 它要比如说 要delay一段时间 或者要怎么样 那这个策略 其实它不是一个明确的 一个比如说自洽的一个策略 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 怎么解 可能我们得再看一下 我理解他问的不是说不同controller 它之间在conflict冲突了 它其实说 当有大量的controller 包括每个controller 在处理大量资源的时候 当你控制器刚拉起的时候 可能所有controller 它都在并发做reconcile 它对控制器 比如说它的压力 或者说它的 比如说出发OM的概率 有可能会更高一点 如果你只是说 对 这也是一种方式 比如说你在收到事件的时候 比如说你入队的时候 你可以加个比如说delay的时间 这可能都是一些策略 这个分两块 一个是说它每个版本升级的时候 现在是会在release里面说明 比如说这个版本 它变化哪些东西 包括变化的这些点 它会分出来 比如说哪些是breaking change 哪些是一些优化 哪些是bug fix 大概是这样分出来 但是现在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文档 你可能要去看 比如说它列出来 比如说十条break change 你得进去看 说这十条它分别是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 对吧 一个是这样 一个是说它代码 确实它的功能上 就是说可能有的功能 它只比如说 要么是可能没有说明 要么只是代码上的一些 一些简单的一些comments 可能简单描述了一下 对吧 但这个东西 说白了还是一个社区人力的问题 对吧 就是所有问题 落到之后 可能都是变成一个人力的问题 就是社区现在就我 然后包括几个北美的 主要是红帽的maintainer 对吧 我们几个maintainer 其实说白了都比较忙 然后其实文档这块 其实我们希望是社区 更多的这种contribus 能进来贡献 对 对 对 就当你扒完代码 看到有功能的时候 你可以顺便给上游提一个文档 是吧 OK 然后 它是无感的 它是在你定义好 能压抹之后 你在提交 这个operator pod的时候 它会在APS server 通过webhook 去自动给这个operator pod 注入一个proxy 设计sat.com 它其实这样的 它的实现原理 其实跟APS server很类似 它其实在里面就起了一个 非常简化的APS server的 那个server那一层 然后APS server的server那一层 它本来就是可以去支持 你注册各种各样的 类似一个 类似的plugin的一个 一个filter的东西 在这个filter里面就可以 我们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 OK 今天时间也不早了 然后要不就这样吧 然后回头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线下交流 好 谢谢大家